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印度神通 Glut 可能被熊吃了 瘋傳 印度殺人熊 到處吃人 印度神通不見了 可能和熊人有關 我們今天,除了講他 那隻熊 之外,還會講一下 這個,什麼 有個官員說 自稱是未來人 有些事要跟大家講一下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打龍珠 二戰二的 Switch的中文版 又是講時空旅行者 時空旅行者 竟然在國會中自稱 其實我就是未來人 簡直是厲害的 是什麼大國家 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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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議員 更加獲他們的國務院主席認證 他說是 他說自己是3906年出現 那裡出生 他搭過時光雞 肥利 厲害了 究竟是什麼 一會跟大家研究一下 還有什麼神聞 還有,現在是否由美國帶起的 槍擊案 撐你的肺 現在到處都有 是啊 美國又繼續 繼續不停來 停到 是啊,停不到 其實這樣 我那天問孔飛龍 說這些之前 不如先給個讚好嗎 對 給個讚支持我們廣播 支持我們Platron 五文雞沒有廣告 快點加入我們的Platron 會員 五文雞就沒有廣告 謝謝希臘 跟我們分享 好 問過孔飛龍 他說 這個 加拿大 加拿大槍擊案 其實一年內 有1100多宗 是 平均一天有三宗 只不過現在的香港媒體 不斷在報他們 嗯 不知道 是否答應槍擊案 在德國 有一宗是德國 德國 在美國 同日也有兩宗槍擊案 這麼厲害 真的那些槍擊案 鳳凰城 購物中心 鳳凰城 是啊 真的非常誇張 是的 大家都知道 因為他們可以拿槍 你看看那些州份 我的朋友 在美國也說 其實不是 你真槍那些 都打了私人 你很害怕 因為你無端端抬著槍 真的被人拍下 是嗎 對 人家怎麼知道 你都知道是準備好 是準備好 準備好 你會不會是上彈的 意思是 沒錯 你準備好 你準備好 人家就趕下你 你怎麼知道有什麼事 除了說 德國 美國 都出現這麼多槍擊案之外 哇 說到一件非常嚴重的事 就是在尼日尼亞 有一間教堂遇襲 最少五十多人死亡 這麼嚴重的 又是槍擊案 哇 又是槍擊案 影機軍搶了這些 究竟這期是否真的殺六日 在一個trend 糟糕 地球的trend 那些什麼三星上俠那些壞事 沒錯 每次有這些事 就大事發生 很可憐 一會跟大家跟進 另外 講講侯豆症 現在英國美國不停提高風險 對 有機會看來 大家是不是真的要戴口罩 現在他們說要 口罩用口罩解決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要用口罩 也好 不是說身體接觸嗎 對 和你的心間身接觸 對 為什麼會這樣呢 真的不知道 再跟大家研究一下 中一同性戀 對 先講什麼 講講 印度神童 喂 怎樣 你這隻熊吃了 他這麼久沒見 他真的只剩下鵬骨 因為印度出現殺人熊 這個印度殺人熊在哪裡 就是印度 不是叫圍利 嘩 那隻是大灰熊 大灰熊 蜜糖熊 這隻是大灰熊 這隻大黑熊 不是大灰熊 非常之恐怖 說到熊人在寺廟出現 不是吧 個人在人拜完神 被他吃了 嘩 轉個頭去祭神 是 哦 他們說不是大黑熊 原來他們叫做懶熊 什麼懶熊 懶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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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懶熊 我們看看究竟這件事 什麼鬼 就綜合了印度的媒體 看得到消息 指出禮拜日的早上六點半 有對印度的夫婦 哦 不是印度神童 可能 就走了去這個 距離家裡 1.5公里遠的寺廟參派 有三立部門的發言人指出 這對夫婦回程的時候 去到附近河道打水 哇 整件事幾原始的感覺 誰不知 被一隻正正在河道喝水的懶熊攻擊 哇 其中 老婆的妻子被懶熊當場擊殺 嘩 而說到老公嘗試救老婆 亦被這隻懶熊殺死 Double kill 嘩 Double kill 一隻吃了兩隻 是啊 有目擊者向鎮民求助 他們向天鳴槍 但是說到這隻懶熊 完全沒有理會人家開槍 你也知道動物是一聽到槍聲 通常都會走 不夠大聲 他不理會他 而且說到在場的人更親眼目睹 這隻懶熊在兩具屍體徘徊 不停撕人肉出來吃 嘩 就說場面非常嚇人 有專家說到 雖然懶熊會吃肉 但是不會吃人肉 當地民眾 很餓 打給警方 和森林部門 當局派人到森林裏支援 看到有人說 這隻懶熊 足足吃了屍體近三個小時 還沒吃光 而森林部門的人 趕到現場發現 這對夫妻的一盆骨 吃光了 就說 吃剩一半的身體 不停咀 非常恐怖 說到 因為你看見這隻熊人這麼兇狠 正在咀 他們專家就覺得 你要拿回屍體的難度很高 所以他們就商討決定 先讓他吃完 等多兩個小時 還是人來的 然後就說 兩個小時後 再下鎮靜劑 為何不立即打呢 不知道 神經病 讓他先吃飽 是啊 他們害怕 肚餓的熊 反抗起來很厲害 吃飽一點 讓他不要吃到餓 那個吃了一半 讓他吃完 沒有胃口 讓他吃飽到 這些人渣 算了 五個小時 這隻冷熊終於被捕獲 是啊 被捕獲 是啊 被捕獲 非常恐怖 這隻食人熊 沒有人道毀滅 是啊 誰不知 打了鎮靜劑之後 森林部門 打算安排他 放進國家公園 哇 這隻殺人 香港的馬 跌死人 都要人道毀滅 嗯 很離譜 印度的東西 非常奇怪 是 他進了這個國家公園 一會兒之後 死了 這隻熊人 是啊 他們兩個人有毒 這件事引起當地關注 他們的公園專家認為 覺得這隻冷熊可能患上狂犬病 即是瘋狗症 有瘋狗症 是的 並且在這個後期階段 才能夠解釋他食人的舉動 而且呢 蛤 不是吧 什麼事 講到話了 這隻冷熊死亡之後 他們解剖 是 在我胃裏面 發現不到人肉 蛤 是啊 人都心痛 你去了哪裡 蛤 就 真的聞所未聞 是啊 那真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啊 因為他說 其實如果 你 動物 中了狂犬病之後 他會出現這個明顯的缺水症 我知道了 人肉變了care 不是啊 消化了 五個小時 很胃厚 不是說放了幾天 放了幾個小時就消失了 幾個小時就死了 他解剖的時候 他慢慢的胃液 用一下 那真的 變了care 真是鼓勵不了 我不知道 那專家都不知道 懷疑是 那為什麼可以找不到呢 都不知道 那要問一下這位 由國家級認證的時空旅行者 你知不知道 你可不可以幫你看看呢 他有什麼要跟我們說 哪個國家認證他 原來 希臘國務院 就 真是主席 承認了一位 這個時空旅行者 更加把他的經歷 寫了出書 這件事是怎樣的 話說一個叫保羅的人 就是一位老師 是一位 希臘國務院主席的老師 他說他自己 這位保羅得到一個怪病 會突然之間 睡覺了 我也會 但是 他說會一睡 睡很久 我也是 是嗎 你多久 七八個小時 我好理一點 我睡六七個小時 原來是這樣的 他多少 他沒有說他睡多久 那我又未來人 他說 非常漫長他的睡眠 他說 這位保羅 有一次睡著了 到他睜大眼的時候 他發現自己 身處一間 布滿水晶的療養機構 而他自己的身體 容貌 屬於另一個叫做安德烈阿斯的人 原來 講到說 保羅 是睡著了 進行這個意識飄移 將這個意識 穿越到三九零六年 然後 有個神秘人跟他說 二千年到三九零六年期間發生的大事 是 那是否究竟印度神被紅吃了這件大事 我們看看究竟是怎樣 好了 這個神秘人跟他說 地球的溫室效應會越來越嚴重 糧食不足以應付龐大的人口 遍地的戰火 有諾貝爾物理學長的得主發現人體 擁有一種特殊的精神能量 是 這種精神能量 就叫做以太動力學 是 部分人可以自主切換精神能量 嘩 像打遊戲一樣 怎麼一佛陀也可以 轉換不同角色 這樣就不行 不是啊 可以啊 觀音就可以 萬萬千千的形態 講到你的意識可以轉移到 第二個肉體身上 或者第二個物件 奪寫 你說這些東西 其實在神話裡一直都有 神話 古今中愛都有 是嗎 奪寫 是嗎 那我們看看究竟是怎樣 死了變蝴蝶 然後他就說 由這個叫做 以太動力學發展出來之後 人類 就會發展內在 也重視眾生平等 不再吃肉了 所以我就說 佛陀 那個果衛 就是他在說那些東西 知不知 我都沒看過內文應治的講蜜春 是不是 類似 各五字仁 就是那種內觀 內觀閃 收視不定 厲害了 另外這位神秘人又指出 去到2100年 不是很久了 八十多年左右 一次全球會議當中 用時間取代貨幣 交易 交易 這個 不是再用金錢 用時間做一個單位 對呀 之前有些漫畫也有講過 齊遊戲也有 我也有講過那一部 用時間來換 他不是看了一部電影 說自己是未來人嗎 不會吧 這個人是1920多年 未來人 309多年 你說那部電影還沒做 這個人的年代還沒有 用時間不用貨幣 對呀 另外呢 2204年 超過二千萬人會移居火星 二百年後的事 不奇怪 而去到2265年 一次自然災害 令到人類放棄移民火星 留守地球 火星 他真的找到這部電影 厲害 真的嗎 他講的是找時間做貨幣 這部電影是講的 只有你一個人看 厲害 接著講到什麼 2309年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 文明倒退 去到2396年 世界政府成立 人道主義者 工程師 科學家 票選出來的世界政府 將會領導管理不同國家 有別以往總統 國家領導人 他們成為世界的No.1 資源由中央分配 三百年間 人類將會聯繫外星文明 並且與外星人身上學會以太精神轉移身體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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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星人 外星人 難道用以太精神轉移到普京身上 不知道 有人說 夢羅麗莎的樣子很像普京 嘩 不像嗎 他們會用這個精神轉移 好 好了 去到2600年 出現蝕除二門 叮噹 誰都喜歡你 小貓也有無 小貓也有無 嘩 厲害 他們說 這位保羅 他說在3906年 生活了一年 然後就重返二十世紀 他說 很多東西 這本書可以大家拿來看看 他裡面提及到 全球暖化 冰川溶化 這些事 就已經全部應驗了 更加說 很多人開始覺得 好像是真的 雖然 記得這傢伙 是一九二幾年 那時候寫的 這些資訊 現在是二幾年 估計都估計到 冰川溶化 但他曾穿了個洞 地球縮縮 會不會好回來呢 但真的 如果用精神轉移去肉體 大家 就可以無限輪迴 即是上身而已 有什麼 有什麼 即是你的意識 上了別人的身 上身 我們中國股市也有這些 標童 對 標童 師父道 關公 上你了 台灣最多 老師公顯靈 師父道 什麼 什麼 師父 急急如律令 拿刀斬入 關公 上 當然不是 我左青龍 右白虎 兩偶座 腰間 這樣 入了 入了 唉 這些東西 儘管看看 厲害 有很多特別的東西 先說一下猴鬥 先說一些現實的東西 現在美國疾病疾控預防中心 將喉鬥警示提高第二個級別 呼籲 鼓勵民眾加強防禦措施 亦都建議民眾 避免和患病 動物接觸 我怎麼知道 那隻動物生粒粒 尤其是 如果皮膚有損的人 你們就盡量不要接觸 建議 他損的 不是 那怎麼知道 亦都建議 旅客戴口罩 因為 他講到 好像 袁國勇這樣說 因為口罩 能夠預防很多疾病 這樣 所以你們出外 美國那邊 對 就 就說 麻煩你們呼籲 戴口罩 是不是 那 就說 戴口罩 但是 其實 剛才我們說 一開始 他們美國那邊 呼籲他們的人戴口罩 報紙又說 他轉頭又取消 袁國勇 不是 不是袁國勇 美國那邊的疾控中心 是嗎 就是叫人一開始說 你出去戴口罩 記得現在又叫人 可以不用戴 彈出彈入 對 彈攻守 為什麼呢 因為 有可能會引起混亂 這樣 彈出彈入 不是更混亂 不過 在報紙 或者有些專家覺得 種種跡象看得到 現在的喉頭症狀 那個感染 有機會是透過空氣傳播造成的 之前不是身體接觸 現在就是空氣傳播 現在變成空氣傳播 轉過頭就 因為他 六點之後堂食 是啊 是啊 這樣 這樣的 恐怖了 這件事 如果透過空氣傳播 這樣 再加上 Omicron 人類真的不多得你少了 人類滅絕 都很快就玩完了 這樣搞法 不要緊 不過 人類都自己玩殘自己 因為 只看美國的槍擊案 就知道了 剛剛我們說到 美國同日有兩宗槍擊案 一共四死十九傷 沒有人被捕 在鳳凰城 一座購物中心發生槍擊案 造成一死八傷 沒有人被捕 警方呼籲公眾提供資料 這宗槍擊案在當地 週六凌晨1點 購物中心有過百人出席派對 更加發生打鬥 最後演變成槍擊事件 有槍在神 是這樣的 愛國那些 一名十四歲的少女 在事件中上身 是很可憐 另外廢城也出現了 這個發生槍擊案 就說 有大批市民趁著週末外出 不過 誰知道有個瘋子 拿著槍 向人群開火 造成三死十一傷 是啊 警員在現場和槍手拔火期間 竟然厲害了 這位槍手 就閃閃貢 就閃走了 導致警方 未能成功拘捕他 歸案 除了美國之外 說到德國 德國也有人開槍 哎呀 在德國 黑森州小鎮 發生槍擊案 一名男子 在超級市場射殺一名女子之後 親槍自殺身亡 暫時未知兩者的關係 警方依然要調查犯案的動機 嘩 真是恐怖了 再說到利利亞這個教堂 嘩 這個更誇張 教堂遇襲 導致50人死亡 嘩 真是很誇張 總統出來譴責這件事 就說 是否恐怖襲擊事件 我們先看看 利亞利亞西南部 翁多州 一座天主教堂 在禮拜日早上 舉行主日黎薩期間 竟然遭受幾位武裝分子闖入 他們引爆了多個爆炸裝置之後 更加在在場 整個人人士暖槍掃射 之後就逃離教堂 有目擊者表示 最少有五名槍手 蛤 不是吧 神父被人擄走 這麼嚴重 不知為何要夾走父母 暫時 神父捉你幹什麼 不知道 不知道捉神父走幹什麼 對 難道他有雙重身份 什麼身份 原來他是國會議員 真的嗎 是啊 這樣就夾得過 這樣就夾了他 是啊 暫時沒有人承認責任 但是非常之恐怖 其實利亞利亞西南部 被視為國內比較穩定的地區 很少見到這些槍擊炸彈暴力活動 暫時都需要調查一下 但是造成最少五十多人死傷 真是恐怖的事 說說一樣東西 怎樣 接下來 終於是否統一一些充電線 真的嗎 全部是不是Type-C 好像說 接下來是全部都行Type-C 應該 應該 家裡的充電線 就快去調景 都嚴矩長 膠膠陣 用來跳繩 真是氣死人 沒錯 因為之前都在研究 大家都知道 Apple Lightning 跟著舊底的Micro USB 又或者現在比較新款 Type-C 只是說這三大款 大家都已經頭痛了 因為你買不同的電子產品 都會遇到不同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 一些比較新款的 一定是Type-C 因為它充電速度很快 對不對 傳送率很高 那就更加 因為你除了USB 或者Type-C的速度提升 更加有人就說 唉 需要用Lightning 蘋果又有Lightning 接著 我弄個尿袋 又說要Type-C 接著那個又說 Micro USB 計算少許 搞得 唉 很不環保 買電器 又一抽二抽的充電線 所以 歐盟成員國 以及歐洲議會 在昨天 就著歐盟國家 銷售智能電話 平板 相機 等等這些 中小型電子產品的充電器 所以規格的法律文本 已經達成協議 那就糟了 尤其是對蘋果 會不會有巨大的衝擊呢? 因為 相關規定 將會在2024年的秋季生效 歐盟相信 統一所有電子充電線 有助減少電子垃圾 但是蘋果認為 統一規格的充電器 會減緩創新速度 並且造成更加多污染 嗯 不會 在頭上不改變 就可以了 例如如何再弄快一點 如何再強一點 在頭上不改變 你只劃一 你認為現在很少充電垃圾嗎? 充電線的垃圾嗎? 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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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歐洲議會議員說 這個新法案 令歐洲消費者生活更輕鬆 環境更好 他說 是時候跟你整個桂桶的充電線說拜拜 因為這個新法案 他們預計每年可以減少大約1.1萬噸的電子垃圾 對 我也建議他們做 對嗎? 對 因為你這麼多款 之前當然說到 各有各 當然是你自己支持自己的品牌 但是很不方便 是吧 一樣的道理 你統一所有東西的時候 起碼做事都方便一點 另外加拿大有一個新的實施 什麼事? 加拿大實施這個試驗計劃 2023年起 可以持少量硬性毒品 哈? 加拿大可以有硬性毒品還要合法的? 是啊 少量啦 不是大量 嘩你那個楓葉是大麻葉來的 它硬性不是大麻那麼簡單 就是coking 硬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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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軟性毒品 是啊 看看究竟什麼事 他們說為了解決濫釀藥物的問題 所以決定將合法 是啊 正所謂也是我的說法 而規管不如禁 禁了反而你避不了 規管了反而易打你 沒有法例就等於無犯法 這樣啊 這樣啊 他說這個加拿大 卑斯省宣布實行一個 實施一個試驗計劃 在23年1月31日 三年起 持有少量硬性毒品 將不會被逮捕或者指控 聯邦心理健康成癮部部長表示 獲豁免營發的藥物 包括鴉片類的藥物 coking 俗稱冰毒的這些毒品 他說成年人將不會因為持有多達2.5公克這類毒品 面臨拘捕或者指控 藥物也不會被警方沒收 但會得到成癮醫療協助 即是他都會幫他戒 是啊 其實本身在 但不會沒收 你多過量就犯法 過量就犯法 每次買少少帶少少 因為他是為了挽救生命 這個試驗計劃 令到服服藥物的人可以有尊嚴和選擇 但強調不是把這個藥物合法化 那你也不是叫合法化 是啊 是啊 有人就會出來說 那你什麼叫他吸毒 這樣 對不對 你禁了他 他也是一樣要吃就要吃 有些人 對不對 是啊 你只不過在名義上 犯法 你會令人止暴 那你怎樣規範他 反而有時候 相對罪案 或者怎樣處理他們 就更加容易一點 對不對 這個世界是不同的 這個世界真的 可能過了十年 每個人都不同了 又走回舊時那些 會不會呢 見到外國人周地在拍針 難道真的不知道 不會的 不會的 這件事再研究一下 印度神童 幸好沒有被紅人吃了 吃了你就不知道 消化得那麼快 對 不過去了哪裏真的不知道 嘩 再找新聞研究一下他 好 再見 拜拜